瑞芳区上天里在大辽路63巷及昂指上东路各有一座便桥 但是在早期那里风灾来时把两座便桥都摧毁 后来又临时搭建便桥 不过这便桥一搭就是快十年已经列为危险桥梁 市政府在去年9月将这两座便桥重新施工 下个月渴望完工 地方说真的等好久了 在上天里这里有两条临时便桥 分别是在大辽路63巷和昂指上东路 就是因为在早期那里风灾来时 把两座桥都摧毁了婴儿临时搭建的便桥 不过这便桥一搭就是已经超过十年 早已成为危险桥梁 在经过地方争取多时 去年9月开始进场改建 我们上天里大辽路流到三行 这般便桥我们从那里风灾崇拜到这边 我们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 我们台北国政府没法做得到 跟我们新北市政府 我们100块钱的便利预算 我们现在已经在完工了 这般叫未来的顶名 和地主要叫 这是一个地方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名 当地里长说 从县政府时代就一直争取的便桥改建 到了改朝换代 才终于等到有经费来改建 现在两座桥梁主体结构都已经完成 下个月就渴望完工 所以我们很近这般球 在后面我们就在完工了 再来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市政府可以针对 我们这般便桥 现在做到可以 我们乡边火车都非常安全 我们里面出入都没有安全的过路 我们也希望在这条路 已经新轎做下去了 未来这条路 希望我们市政府这方面 可以再到三天 再把这条路给它打得好 再来就是白水系统做得好 再来周边的立美化 再来到三天 希望这就是未来 又是我们大陆三个 一个新的景点 现在桥梁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就待后续工程收尾 路面铺设及排水系统的装设 相信在未来这两座便桥能带给居民更多的便利性 同时也兼顾桥生的安全性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